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儿子结婚,他带来的东西吓傻我们全家。一起来听。如果一个人欠你钱,在两三年内,你可能会追他还钱,可是时间一长,或许连你自己都会忘了。有的人借钱是故意不还,有的人你借给他的是一份信任,他还回来的却是一份感恩。 现年54岁的陈阿姨,26年前,她在老同学创业起步最困难时出手相助。借给老同学8000块钱,老同学却失联了。 时隔多年,陈阿姨早已忘记了这件事情,对于老同学的失信也已经释然。 可没想到,儿子结婚,失联26年的老同学却出现了。 我们一起来听陈阿姨的字述。 我叫陈雪平,今年54岁,我和丈夫都是国企老职工,养育有一个儿子。 四年前,我退休了,儿子还没有结婚,谈了个女朋友三年了,儿子还不愿意结婚,说结婚压力大。 为了分担儿子的压力,我又在家接了点手工活,补贴家用,退休金存给儿子买房结婚用。 我们现在住的是职工宿舍,这是一栋老房子,年限已经快三十年了,政府在去年就通知要拆迁了,因为职工宿舍是个人买下的,会有一定的补贴。 老公算了下补贴,按现在的房地产行情,在当地我们都买不到一套商品房,看着其他同事他们当年认购了两套宿舍。 如今拆迁补贴加起来也不少,老公又开始责怪我看不准人,让人骗了八千块钱,不然我们家也能认购多一奖。 他提到这,我不好说什么,毕竟钱是共同的,也确实是借出去,收不回来,我心里叹了口气,只当是自己遇人不输,信错人了。 今年五月,儿子女朋友查出怀孕了,我们一家都很高兴,于是开始张罗给儿子办结婚,我和老公已经商量好了。 儿子结婚后,如果他们小两口想在这个家或者出去租房,都可以,租房的话,房租我们来出,这样他们压力没有那么大。 婚礼日期定下后,我开始给亲朋好友写请帖,相熟的同事也请来,热闹一下,我多事和同事来往居多,朋友很少。 我请了几个感情不错的高中同学,一切安排妥当后,静待大喜日子的到来。 老同学王惠来电话,他电话那头神秘兮兮地说, 哎,我跟你说,刘素娜,回来了。 傻,你说什么? 我有点猛,忙跟他再次确认。 刘素娜,咱们的老同学,回来了,前段时间有人看到他了。 王惠再次和我重复了一遍。 我挂完电话后,情绪久久不能平复,心里很纠结。 晚上睡觉时,我把这事和老公说了,他一听,却来劲了,嚷嚷着要去找他要钱, 我敢忙阻止他,过去都过去了,就不再找他了,他肯定也是有苦衷的。 我叹了口气,说道,哎,你就是心太软,有啥苦衷,明明就是骗钱的。 老公看着我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气呼呼地说道, 这八千块钱就当是还了当年高中时,他对我那么好,那份同学情意吧。 我笑了笑,说道,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思绪万千,迷迷糊糊中,仿佛回到了1980年,那年我高一。 我家来自农村,家里兄弟姐妹也多,我是最小的,所以父母宠爱比较多,也是唯一可以读书的孩子。 但是那时候条件不好,一个月学期生活费才十几块钱,不过那时候贫富差距不大,大家都差不多,只是我家差一点。 第一次见到刘素呢,是在新生入学第一天,第一眼看到他就感觉和普通学生不一样,别人头发都是扎规规矩矩的马尾辫,他却是剪个短发,在那会看了,蛮另类的,也挺潮流。 我不爱说话,宿舍是那种上下铺木床,我本来想选个上铺,因为不喜欢别人坐我床上,可是我来得晚了一点,上铺已经没了,刘素娜一眼看出来了我的心思。 你叫啥名字啊?我叫刘素娜,你呢?他看着我,笑着问道,你好,我叫陈雪平。 我又有点尴尬地说道,诺,你想睡上铺?他边说,边把行李搬下来。 那天起,他成了我高中生涯唯一的交心朋友,他不仅天性活泼,还富有正义感。 我因为比较内向,经常被其他同学欺负,每次这个时候,他都会给我出头,其他同学久而久之,就不敢再欺负我了。 因为他们知道,刘素娜肯定会替我出头的。 我和素娜几乎形影不离,一起学习,一起打饭,我们就是很好的姐妹。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临近高考的前两天,我当时因为紧张过度,整个人都不好了,素娜看出我的情绪不对,晚自习过后,她直接拉我偷偷跑出校门。 到外面一片田野里,我看着广阔的田野上,远处不时有闪烁的亮光。 看到没,那是农民伯伯的手电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选择。 素娜拉着我的手,向前散步。 你的梦想是什么? 素娜突然问我,我以为她会安慰我,让我不要紧张,没想到她会问这个。 我也不知道呢,你呢? 这个确实,现如今回想起来,还是没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几十年国企职工生涯,为家庭,为孩子,仿佛没有为自己活过。 我想要去闯荡,去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但是目前还没有方向,等我想好了往那边走,我会喊上你的。 她回头,露出一丝坚定的笑容和我说。 我相信她,因为她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们嘻嘻哈哈,逛了一圈下来,我紧张的心情平复了下来。 高考后,成绩出来了,我和她都考上大专,不同的是,她没有选择去读,而是要去广东打拼。 还是读完大专吧,这样出来也好找工作。 我劝她说,希望她不要轻易放弃,那个年代大专文凭含金量远不是现在所能比拟的。 不了,我已经决定,自己选择的路再远也要走下去。 她坚定地说,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这样,这一别,再见时,我以为人妻,为人母。 1997年,刘肃娜突然上门找到我,她仍然是那样的年轻靓丽,只不过还是单身一个人。 她到家里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老公,严肃地跟她说, 我不管你是什么职务,做什么工作,在之前,我没得为我姐妹婚前参谋,如今你占了便宜,我只希望你能一辈子对血平好,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 老公给说的只能连连点头,我笑了起来,时隔多年,她这性格还是没变,气势上碾压任何人。 叙旧后,才得知,她现在在广州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专门做进出口贸易的,这些年也挣了点钱,最近计划要扩大经营,急需一笔资金,这次回老家。 她来看我,顺便问我有没有兴趣给她投资。 我们当时手头上确实有一笔钱,当时想着留着用来再买套宿舍房的,听到她这一说,我没有犹豫,取出来,给了她,一共八千元。 你放心,这钱就当我借的,也算是你入股了,每年迪欧会有你的分红。 她借过钱,笑着对我说,说这些干啥,我相信你。 我出自内心地和她说,后来老公知道后,还和我闹了几天别扭,她说我肯定被人骗了,这年头骗子太多了,我不理会她,心想我相信自己的直觉。 然后,自那一别后,刘苏娜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二十六年过去了,我只希望你能平安无事,其他的都不在意了。 一夜无眠,转眼间,儿子大婚日子到了,我们订的是酒店,我在酒店里忙活招呼客人,儿子和儿媳在酒店大门迎接宾客。 突然儿媳进来找我,说,妈,外面有个姓刘的阿姨,自称是您的姐妹,我们都不认识。 我一听,心里一阵激动,赶忙小跑出去,果然,看到的是一张熟悉的脸庞,只是在岁月的沉淀下,有了些许皱纹。 苏娜,你回来了?我很激动,走过去时都有了点亮腔,儿媳扶着我。 是啊,我回来了,这些年,你还好吗? 我们俩抱在一起,眼眶湿润起来。 回来就好,我们都很好,孩子也成家了。 我握住她的手,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招呼她进去落座,她摆摆手,笑着说,我这个做阿姨的,哪能空手来呢? 给,这是阿姨送给你们的,手续你们可以随时去办。 儿子接过一个信封,竟然是我们这当地高档小区的房产证。 儿子儿媳都惊呆了,都看着我。 我深知这个价值昂贵,自然是不能接受的。 我忙拒绝,说道,苏娜,你人来就好,这里太贵重了,我们可不能收啊。 严格来说,这是你二十六年来的投资回报,当年你的八千块钱的分红。 苏娜笑着说,还把那房产证交给了儿媳手上。 我知道,按她的性格,我是拒绝不了的,只好让儿媳收好。 在场的宾客知道,苏娜给的礼金是一套全款高档小区后,个个都惊讶和羡慕,特别是我们的高中同学,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原来,当年苏娜出国了,在国外经营公司,后来还和老外结婚生子。 她说,这么些年一直想回来,但是总是有事情耽搁,这次知道我儿子结婚,她推掉了好多应酬,非回国来参加。 有人说,这是我当年借钱,得到的回报,好人有好报,只有我心里知道,我和她都没变,还是当年那两个青涩的高中女学生,我们的同窗情义,我们的姐妹感情,终将万古长青。 朋友们,你们觉得对吗?欢迎留言评论,您的点赞和订阅将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好了,第一则,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第二则。 道贴,我结婚当天,我公共起了个大早,偷偷背着我们所有人租了几辆公交车回乡下老家街来百十号穷邻居,吃了十桌我们订的三千块一桌的酒席。 因为他没跟我们任何人商量,这些突然造访的客人完全不在我们的预期内,原本十桌酒席都坐不完的宴会厅变成了座位不够, 只能让酒店又临时给我们加了两桌。 也正是公共突然请来的这群托家带口来吃喜宴。 一家纸上三五十,一百块份子钱的穷邻居们,在我交换戒指的那一刻,本该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刻。 我却看到他们黄黄打包了端上来不久的澳洲龙虾、帝王蟹、鲍鱼羹,揣走了桌上两瓶九百块一瓶梦六,将交给公共分发, 却被公共完全抛之脑后的两百多盒半手里哄抢一空。 碍于有朋友、同事和亲戚在,我只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只能在闺蜜伴娘问我有没有喜堂时, 让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的老公又临时找人,到外面买了几十包带装,洗堂敷衍给远道而来的朋友、同事和亲戚们。 公共在我结婚这天赚足了面子,在他老家的邻居们面前昂首挺胸,扬眉吐气。 而我,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婚礼当天,扬相百出,狼狈不已。 因为这时,除了婚礼当天,后来一年,我没跟我公共讲过一句话,我老公也没再给过公共一分钱。 不过我和老公都在外地工作,跟公公婆婆接触得少,老公又是个非常有主见,而且非常爱我的人, 所以我眼不见心不烦,这是在骂了公共一年后也没细究。 一年后,我和老公准备要宝宝,也确实怀上了。 但因为我怀孕后身体不好,为了保胎,我不得不辞职回老家县城待产,也因此和公婆接触多了。 这天,我正在房间里忙事情,却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婆婆的呼救声。 我忙跑进婆婆的房间,才发现她躺在床上打滚,脸色蜡黄,额上全是冷汗。 我问婆婆怎么了,婆婆几乎讲不清话,大喘着气半天才讲,我肚子,疼,我怕婆婆出了什么事,正准备打车去医院,婆婆却拦住了我,说她要给我公公打电话,让我公公开车送她去。 我这才发现公公不在家,但我觉得公公在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这边又疼得受不了,还不如先打车去医院看了再说。 可婆婆说打车费贵,她心疼钱,非要给公公打电话。 没办法,我只能在边上等着婆婆给公公打电话,也因为等着一会儿,我听到了一段让我拍手称奇的对话。 电话接通后,婆婆先问公公在哪,让她赶紧回来送她去医院,公公说她在陪老家一个邻居挂号看病。 婆婆问她,他们家是没车还是没人?大老远把你从县里叫回去,让你开车送他们去医院,不是他们找的我,你不懂。 这边没人陪着她家老二,我走不开,我先陪她挂号,你那边再忍一会儿,等她看完,我再回去接你。 人家不求你,你还尚赶着开车,大老远回去接人家去医院,还陪着人家看病,我这边疼得快断气了,你让我等着。 婆婆疼得几乎喘不上气,她却忍不住,红着眼睛对着手机质问,但电话那边一直没有回应。 我有些后悔让婆婆打电话了,人在病痛的时候,有听到这样珠心的话,那得多难受。 我过去抢了婆婆的手机,想搀扶她起来,打车费跪不了几块,走,咱们打车去医院。 但不知婆婆是被打击的,还是病痛难受,她瘫在床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本身先照流产,也不敢使足全力去掺婆婆,只能打了120,花了200块送婆婆去了最近的医院就诊。 急诊拍了片子咽了血,医生说是胆囊结实,问题不大,让婆婆后面注意饮食,又开了些药就让我们离开了。 可回来后,婆婆的眼泪就像泻了红,不停地哭不停地骂。 她说,公共跟老家十里八村的谁都熟,长那双耳朵就为了打听谁家有什么事。 只要谁家有什么事,不等别人求助。 她第一个冲到人家家里帮人家,给她那些乡亲们花起钱来跟流水似的,但家里谁跟她要一分钱就跟要了她命似的。 我在边上默默给婆婆递指,想安慰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当晚,我给老公打了视频电话,把事情和老公讲完,然后我问她,你爸一直喜欢这样倒贴别人,亲书不分吗?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他有病吗? 你想想,咱们结婚的时候他干的事,说起这个我就来气,酒席加上酒。 他请来的那帮穷鬼吃了我几万块,上了份子钱有三千吗? 你知道我高三那年他干了什么吗? 他罪嫁撞死人,被人家关进去了。 高三那年,我觉得天都是灰色的。 要不是探上他这么一个霸,我能读那么垃圾的一本吗? 谁家当霸的这样,帮不上孩子就算了,还在后面扯后腿。 老公声音有些哑,沉默了好久才问我,我之前说在南京定居。 跟我爸撇清关系,你还觉得我冷漠,现在后悔了吧? 这话让我有些沉默,他的确不是第一次跟我讲,但他之前讲得没多具体。 而且我之前没和公婆一起住过,我就觉得人犯了错误都是会改的,谁能想到公共是惯犯呢? 我以前也从没遇上过这样的人,谁能相信电视剧李苏大强真能照进现实啊? 算我错了吧,但咱们现在不是没钱了,在南京买不起房吗? 我现在又这样,我们再在南京,定居不是打肿了冲胖子吗? 老婆,对不起啊,让你跟宝宝陪我吃苦了。 最多三年,三年后我们就能在南京定居了。 老公讲得很内疚,但我完全不责怪他,反而又敬佩又心疼他。 因为老公在十五年,他才二十六岁时,就已经是个抓住时代风口,年入几百万的人生赢家了。 只是那年他打算跟我在南京定居的时候,恰好我婆婆得了白血病,他把钱全部拿出来给婆婆治病了。 后来他没存款,不敢结婚,他那个大男子主义怕我婚后跟着他吃苦,急于赚钱,在创业和打工之间折腾了几次,又没赚到什么钱,前年他痛定思痛,为了我老实,接受了一份年薪六十万的工作,才结婚不折腾了。 他真的是个清醒,要强,负责,又有点缺乏安全感的人,而且这一切的特点似乎都是被公共逼出来的。 因为厌恶自己的父亲,所以引以为戒,绝不让自己成为和他一样的人。 老公,其实只要你爸不作妖,宝宝出生后我复工了,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我安慰着老公,跟他憧憬着美好的生活,又温存了半个小时才挂断。 但我和我老公想象的美好,谁知没几天公共就爆雷了。 这天中午,婆婆陪我坐完产检回去的路上,大姑姐一个电话打到了婆婆的手机上,说公共在老家喝酒,喝醉后把邻居的车给撞了。 邻居发现后,打不通公共的电话,就去派出所报案了,就利用车牌号登记的手机号联系到了大姑姐。 因为车是婆婆之前跨省治疗白血病的时候,老公为了方便婆婆看病买的,但她当时回老家不方便,又为了防着公共,就把车挂在了大姑姐名下。 婆婆跟大姑姐通完电话,毫不顾忌一公交乘客的面,当即就破房了,那个挨牵刀的,就知道糟蹋钱,怎么不撞死她自己啊。 她一边骂着,一边慌乱地找着公共的号码拨过去,但公共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婆婆就又给老家的大伯打电话,大伯的电话接通了,可大伯说她在外面干活,家里发生什么事她不清楚。 婆婆没有老家邻居的电话,又联系不到公共,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我也有些急,就给老公打了电话。 婆婆,我问她,现在怎么办,你爸一直不接电话,估计喝醉了还在睡觉,派出所一直催人呢,要不我跟咱妈先过去把钱赔了。 赔什么赔,你跟咱妈都不许去,她自己干的事让她自己解决去,她不赔钱就让警察把她抓进去,反正我一毛钱都不会给她出。 老公说死了不准我和婆婆回老家,我和婆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这么忐忑地等着。 下午三四点左右,公共给婆婆回了电话,说她撞车了,手里没钱,问婆婆要钱赔给对方。 我在旁边默默看着婆婆接电话,好奇她会不会对公共心软,但婆婆很生气地冲手机讲,没钱,你自己还去。 还不了你就去死,然后挂断电话后,把手机递给我,宁宁,你给我留一百块钱,剩下的钱都转到你微信上,再给我改个支付密码,那老碧壳子知道我密码,会偷我的钱。 婆婆的话让我听着又无语又好笑,公共怎妖也有五十多岁了,竟然会干偷钱这种事。 不过我还是按她说的做了,做完后,我给老公发消息,告诉她大概赔两千块。 老公回,嗯,不用管她,让她自己看着办。 我看着老公的消息,突然有个想法冒了出来,要不咱们把车卖了吧? 咱妈五年的恢复期到今年已经过了,后面也不会有复发的风险,也不用去南京治疗了。 你常年在外地不开车,我又没驾照,就你爸天天开车,出去惹事,帮也是帮别人家,方便不了我们,还不如把车卖了。 也行,你等我放假回去,跟咱妈讲卖车的事。 老公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我还想讲些什么,但考虑到我的身份,有些话我说不太合适,又把话验了回去。 第二天,公公从老家回来了,也没在提撞车的事怎么处理的,也没问我和婆婆要钱。 晚上,我跟老公视频,我问他,你有没有给你爸转钱? 老公是没有,我知道他不会为这个骗我,但我很好奇公公到底怎么解决的撞车的事。 你说,你爸有没有可能藏着什么私房钱? 就好比之前咱们结婚的时候,你爸那时候也没收入,但他当时租车的钱是哪来的? 老公思考了一会儿,之前我妈看病报销的钱,报到他卡上了,但是零零总总报下来,他总共就赚了我二十几万,可能报销的钱他客扣私藏了。 听到这,我又想起婆婆讲的公公偷钱的事,我有些哭笑不得。 我和老公想方设法为宝宝攒钱,婆婆为了省几毛买菜钱,在市场上跟人家砍半天价,但公公却一直想方设法地算计我们的钱,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当爸的人呢? 对,以后还得像房贼一样防着你爸,他本来就是家贼。 我和老公开着玩笑,谁知这话日后竟一语成衬了。 老公春节放假回来,和婆婆谈了卖车的事,婆婆没什么意见,但春节要走亲戚,年关二手车贸易市场也不开门,所以老公打算过了年再卖车。 只是卖车这事,谁也没和公公提。 大年初二这天,公公像去年一样开车载着我们到大伯家走亲戚。 约那是吃午饭的时候,一大家子围着个大桌子在屋里吃饭,我因为怀孕尿瓶跑厕所,而老家的厕所又恰好是那种建在房子外面的,所以我就跑到外面上厕所了。 但也是巧,我刚走到厕所转角那里,就看到公公左看又看得偷摸摸从邻居家大门走了出来。 老公的老家是那种一家一户分散建的,所以大伯家附近一百米内,只有这一户邻居。 这个发现让我非常郁闷,因为公公经常回的老家就是大伯家,所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之前公公撞车撞的应该就是大伯家挨着的这一户邻居。 可如果公公之前撞了人家的车,对方又把他告到了派出所,两家肯定已经撕破脸了,都闹到这种程度了,他这大过年的还巴巴跑去给人家拜年。 我郁闷地上完厕所,回去和老公嘀咕这事。 老公一直很烦公公,聊了几句就绕到我肚子上,说怀孕不能生气,让我少关注他爸,看他爸看多了窝火,我现在怀着宝宝不能窝火。 他这也算跟公公相处多年误出来的生活之道了,我被他逗笑了,没一会儿就忘了这事了。 吃完饭,老公就催着公公要离开,因为老公很不喜欢在老家待着,他对公公喜欢的一切都没什么好感。 说走就走,我,老公跟婆婆很快在车内坐好了,等公公开车,但公公却一直站在外面仿佛跟大伯有说不完的话。 最后,老公不耐烦了,开车门出去喊公公,公公才恋恋不舍地坐进了驾驶座,跟外面的大伯一家告别。 而就在公公发动引擎时,大伯邻居家那扇黑色的大铁门打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从门后走了出来。 因为我们的车停地正对着大伯邻居家的大门,所以那女人一走出来,我就清晰地看到她的一切。 但我在看清她的模样时,我愣住了。 因为她那一脸的化妆品明显比我在县里见的其他女人贵,而且她嘴上涂得竟然是我最爱的那支TF-16,眉毛也是我最习惯用的自然徽宗。 更诡异的是,我打开车窗时,竟然闻到了我最喜欢的清澄女人香。 我完全猛了,前两天老公回来后发现我还用化妆品,怕伤害到宝宝,就强行把我的化妆品和护肤品都丢进了垃圾桶。 可如今被老公丢进垃圾桶的化妆品竟然全都出现在乡下某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人身上。 一瞬间,我有些生理性反胃,说不上是因为自己用过的东西被别人用了,还是因为公共把我们丢掉的化妆品从垃圾桶偷偷捡出来,又拿去送人的行为。 但拿已经丢掉的东西说是,未免有些上不了台面,所以这事我也没细究。 因为老公初期开工,所以他买了初六回南京的票。 走之前,他找来大姑姐,让大姑姐把车借走,在他那边物色买家把车卖了,车本来就在大姑姐名下,操作也简单。 这是我们商量好了,谁也没和公共讲。 不过大姑姐把车开走前,我留了个心眼,偷偷把大姑姐拽进我们卧室。 姐,我总觉得咱爸经常往老家跑着是有猫腻,你有空了就回去一趟看看吧。 想了想,我还是多讲了一句,尤其注意下大伯家旁边的那户邻居,我觉得咱爸跟那户邻居家关系不一般。 大姑姐跟我交换了个眼神,也许是同为女人,她几乎瞄懂了我的意思,但她立马否定了。 不可能,咱大伯家旁边那户邻居,家里女的总共就俩,一个婆子跟一个寡妇,那个婆子她看不上,那个寡妇跟你差不多大,人家也看不上上她呀。 但看不上人,说不定看上别的东西呢。 我又和大姑姐交换了个眼神,对了,姐,你知道之前摔断腿的邻居是谁家吗? 我对老公老家的人不了解,他们说人名还喜欢讲用方言喊,我完全分不清谁是谁,但我脑子里就是突然把摔断腿跟那户邻居连动上了。 谁摔断腿了?什么时候的事? 大姑姐一脸茫然,我清了清嗓子,故意大声跟客厅刷某音的婆婆问,妈,之前你打囊结石的时候,我爸不是在送谁在医院看病吗?摔断腿那个是谁来着?那不就是你大伯旁边那家老壁壳子吗? 给他们家忙前忙后,擦了他家的车,一分钱都不少药,还报警报到派出所,老壁壳子,一家都是老壁壳子。 婆婆的咒骂声从客厅传来,跟着很快又变成了刷某音的声音。 但大姑姐看着我却满脸错愕,许久才张了张嘴,想讲什么又没讲。 老公从厕所回来,见大姑姐在我们房间,满脸疑惑,你跟咱姐在说什么? 大姑姐见老公回来,匆忙起身告别,一语双关。 你放心,这是交给我。 讲完他又过来拍了拍我,咱妈的病耽误了你们好几年,如今你们刚有孩子,别老是胡思乱想。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好好养胎,有什么事就让我来,我开车过来就半小时,方便着呢。 送走了大姑姐,老公跟着也去南京工作了,老公走的当天,公公不知从哪接了辆摩托车,又火急火燎的也回了老家。 我观察着公公,给大姑姐发了消息过去。 当晚,公公心事重重地从外面回来,脸色也不太好看,身上还有酒气。 婆婆闻到了,当着我的面骂起公公来,公公的脸越来越黑,竟然一把将婆婆推到地上,也劈头盖脸地冲她吵起来。 就知道,琐碎琐碎,我喝酒还不是被你琐碎的。 一天天的,嘴巴就没个闲,什么事都得被你琐碎空了。 你干嘛推我吗? 她说,你还不是因为你喝酒吗? 我被公公的举动气到了,走过去正想扶起婆婆,却不妨公公一巴掌打了过来。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算个什么东西? 滚! 我一时间被打猛了,活了三十年,还从没人打过我的脸。 婆婆见我被打,从地上匍匐起来,跟着就去厨房拿了菜刀,凶神恶煞地把我护在身后。 你再敢打宁明一下,我砍死你,你给我出去,滚出去。 婆婆扯着嗓子大喊,公公跟她对峙了一会儿,转身,降门摔得砰的作响。 公公出门后,菜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然后婆婆转过身来抱着我,不停地安慰我。 宁明,没事哈,有妈在,你现在有孩子,你别伤心。 婆婆强装着笑脸安慰我,但声音在颤抖,手也在不停地抖。 我原本是很窝火,很委屈的,但婆婆这样,我突然又有些那些委屈又不算什么了。 我努力挤出个笑脸跟婆婆讲,妈,我没事。 话音刚落,婆婆却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当晚,婆婆用餐桌和椅子堵了户门,然后和我一起睡的。 她睡着后,我跟老公发了消息,和老公倾诉时,原本都过去的事情突然又委屈起来。 而我刚发完消息,老公的视频电话就拨了过来,喧闹的铃声在夜里分外突兀。 我看了眼刚睡着的婆婆,连忙挂断了电话,告诉她婆婆在边上呢。 老公连发了好几个抱抱的表情,然后斩钉截铁地讲,等我五一回去把县里房子卖了。 再凑几万块钱,我们就在南京付个首付,就这么定了,你也别跟我讲了。 乖,咱们现在苦点,以后就不用受折磨了。 看着老公的消息,我打出了重重的一个字恩。 明天找个患索师傅把家里的锁换了,别给他钥匙,反正老家有房子,他也不愁没地方住,以后别让他进咱们家。 看着老公的叮嘱,我又恩了一声。 我们计划好了一切,以为这样就没事了。 但第二天,婆婆收到的一条短信却给了我们所有人重重一击。 婆婆卡上的余额突然从3862.50元变成了零。 我和婆婆以为她的银行卡被盗了,陪她紧急去银行查,谁知银行却告知我们,是因为公共之前跟谁弄了什么三人联保,向银行贷款了二十万。 最终还款日已经逾期,他们按照规定提前给贷款人发了催还信函。 但三个贷款人都没有偿还债务,婆婆作为公共的配偶,有义务帮公共偿还债务。 而且对于失信人,银行有权利查封、扣押、冻结、处分被执行人的财产。 婆婆在银行大闹,我也跟银行陈述情况,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在外面贷款的事,我们也没收到过催还信函,但无济于事。 婆婆气得差点在银行门口撞死,我死拽着她才算拦下来。 从银行出来,婆婆像疯了一样给公共打电话,但公共的电话一直关机,像死了一样。 回到家,我到底也忍无可忍了。 妈,你跟我爸离婚吧。 我知道我一个做媳妇的说这话特别不合适,但我真的受不了有这样一个公共,她就像个无底洞一样。 你完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捅出什么篓子,哪怕玲玲和我姐从家里迁走了户口,你们对她怎么狠心,她不照样能变着花招坑我们吗? 我真的不理解你,你明知道她是什么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跟她离婚? 还有几个月,我肚子里的孩子就要生了,我没办法让我的孩子跟你们一起忍。 你跟她要不离婚,我就和玲玲离婚。 婆婆抬起哭的红肿的眼睛看着我,张了几次嘴,似乎才下定了决心。 离,我跟她离。 当晚,大姑姐来了我们家里,一进门就对着婆婆喊,妈,你必须跟她离婚。 大姑姐进门时,也是气得够呛。 我用眼神制止着大姑姐,大姑姐迟疑了片刻,到底是没讲出来她来之前在微信上告诉我的事。 因为婆婆自从几年前害了白血病后,虽然病治好了,但身体经过化疗,又把血换了个遍,早就不如从前了。 如今公共贷款的事都气得她喘不上气,如果再知道老家那贪烂事,我怕她顶不住。 她干出这样的事,你别拖着了,早点离了,早点跟她断了,也省得我们为了你还受她拖累。 大姑子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婆婆吻了一声,我见状连忙补充道,妈,你先回去歇着吧,多喝点水顺顺气,我有办法解决这事,你别气了,只要你跟她离了婚,这是能解决。 把婆婆送回房间后,婆婆似乎又开始打电话了,打不通电话,又开始骂公公。 我怕她气坏自己,把她手机拿了,给了她个没装电话卡的iPad让她刷视频,然后和大姑姐去了我和老公的卧室。 你有什么办法?你能把那老不死的跟那个狐狸精追回来吗?大姑姐问我,我冲她摇了摇头,倒不是说追不回来,而是觉得她刚刚在微信上跟我讲的是有漏洞。 大姑姐来之前在微信上跟我讲,大概我和老公结婚几个月后,大伯邻居家的大儿子死了,老大媳妇成了寡妇,我公公那个喜欢舔老家人的舔狗知道后,殷勤地赶回去帮着人家处理老大的丧事,还经常回去关心那个刚死了丈夫的寡妇,一来二去,俩人就搞一块了。 这是在老家都传开了,老家人背地里都在笑我们,但就我们家跟那个寡妇一家不知道。 前几天,那个小寡妇说丈夫死了,在婆家待着也没意思,就卷铺盖走了,大姑姐觉得公共跟银行的贷款就是拿来跟那个狐狸精丝奔浪了。 但这是不对,和我们目前了解的事实对不上。 一,银行那边讲的明明公共不是贷款人,而是担保人,因为贷款人借钱不还,他作为保人受了牵连而被强制执行还款义务,因为保人有连贷责任。 可如果他只是保人的话,那二十万贷款他应该拿不到,所以没办法跟小寡妇私奔潇洒,何况就他昨晚回来是反应而言,分明也是气急败坏的样子。 没有那种得到钱又抱得美人的愉悦感。 二点三人联保是抵押三个人的信用,一个人贷款,另外两个人担保,并不是三个人一起贷。 公共不是贷款人,而是担保人,而且除了公共外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担保人是那个小寡妇,另一个是贷款人。 公共作为担保人,婆婆的资产都被强制冻结了,但大伯邻居家的资产却没有被强制执行。 这说明那个小寡妇虽然是担保人,但是她户口已经不在婆家了,所以她婆家没受到牵连,这说明她是蓄谋已久的算计。 那么第三个联保人是谁?第三个人和小寡妇还有公共是什么关系? 三小寡妇在出事后也跑了,早不跑早不跑,天天是这个档口跑,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姑姐听完我的分析,问我,照你这意思,我爸那看不死的是被人家仙人跳了。 也不一定,这是只有他们当事人知道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她这种人,又蠢又笨,她拿到钱就算了,关键她还拿不到。 我怎么会有她这种罢? 大姑姐吐槽了一会儿,然后问我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其实我还不太能确定,但我觉得我猜的应该是对的,而且办法应该有用。 你先去那个小寡妇的婆家帮我打探个名字吧,另外在问问之前你爸蹭车那事,你问清楚到底是蹭了谁的车,蹭得多严重,后面怎么赔偿的? 不过你跟我姐夫别去,让别人去打听,不然会破坏后面的计划。 讲着,我把那个名字在微信上打出来,发给了大姑姐,就是三人联保贷款的第三个人的名字。 大姑姐见我卖关子,问不出来,看了眼那个名字就走了。 大姑姐消息打探得很快,那个人据说是小寡妇娘家的亲戚,来这边做生意的。 至于蹭车的事,小寡妇婆家压根不知道有这回事。 大姑姐跟我讲完,又开始骂她爸,那个老不死的,压根就没蹭车,那就是她跟别人合伙演的一出戏,骗我们钱呢。 怪不得我们的车没修,也看不出来拿寡蹭了。 姐,后面的是你,不用管了,尽快把车卖掉,就行了。 大姑姐嗡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几天后,我和婆婆挑了个阳光好的日子,回了乡下老家。 我跟婆婆讲,我有办法逼我爸出来,但是要把乡下的房子卖了,妈你舍得卖吗? 一卖房子,那亲戚们不就都知道咱们家的事了吗? 婆婆有些犹豫,她这个年纪到底是在乎老家人眼光的。 你以后就跟我们去南京了,跟这些人扒杆子打不着,你管他们怎么想怎么说? 而且,就算不卖房子,你以为他们就不知道了吗? 我婆婆是个好人,我跟老公结婚后,她带我比我亲妈还好。 我真的不想有一天,她回这里时,突然听到那些恶心人的事。 要不打电话问问林林吧? 婆婆还是拿不定主意。 但我问婆婆,妈,老家的房子你觉得能卖多少钱? 能卖得了两万吗? 婆婆摇了摇头,那一万呢? 够呛吧,也要看有没有人买。 那你知道林林一天工资多少吗? 她睡前一天工资两千,你给她打电话说卖房的事, 她肯定就知道我爸干了什么了。 她一急,说不定还得赶回来,折腾一星期,都够再买老家一套房了。 可卖房这么大的事,妈,县城的房子是我和林林的。 林林前几天跟我说了,她已经决定把县城的房子卖了, 乡下这套房子是你跟我爸的,你得自己拿主意,这是你的事。 你们房子都卖了,乡下房子也让卖了,那孩子以后住哪? 你都快生了,还折腾这个。 婆婆对我瞒着她,很是不满。 妈,这不是我想的,是被林林她爸逼出来的, 她今天能借二十万,明天就能借三十万,五十万, 说不定哪天把房子里的东西都偷着卖了, 你还想留着这房子跟她过后半辈子吗? 反正后面我和林林不会回老家了,你必须在林林跟她爸之间做个选择。 可我跟着你们去了南京,我不还是欠着钱吗? 那个是小钱,你想下大局行不行? 你在老家跟林林她爸待着,林林跟我就算去了南京也不会安心, 你知道她多孝顺,她能对她爸狠心,但她放不下你, 你要眼睁睁看她被她爸拖累死吗? 婆婆从小没读过书,顾虑颇多,我知道让她做这个决定很难, 但我只能用老公逼她做出决定了。 我苦口婆心的,婆婆最终才下了决心卖房。 见她答应下来,我立即从包里拿出事先打印好的广告纸, 贴到了老家房子上,又跟婆婆在村里转着贴了很多。 婆婆见我准备得这么充分,问我是不是早就计划好的, 我冲她嬉皮笑脸。 这不都是为了您未出事的孙子吗? 婆婆说,宁宁,其实我知道你不是个无情的人, 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但你做得这么绝, 我就是突然有点接受不了。 林林也老说我眼光短,为了小钱费大钱, 可我没上过学,妈,我知道你虽然没读过书, 但你其实活得特别通透, 要不我也不敢直接跟你讲这个, 挑拨公公婆婆离婚,这要换别人家, 我早被骂死了。 换别人家,也没那老不死的那种人啊。 婆婆叹了口气,从我手里接过广告纸, 你坐边上歇着吧,我贴就行了。 我没拒绝婆婆的举动,在附近找了块石头坐下来。 妈,我一直觉得林林跟我姐能这么好, 都是你教出来的,我其实挺敬佩你的, 但我就是不太理解, 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一直不跟我公公离婚? 婆婆没回头,但动作顿了顿, 老家缺了爹妈的,孩子都废了, 你爸虽然混蛋,但他到底也是他们俩的爸呀。 我也不是没想过和他离婚, 就是年纪大了不想折腾, 怕被人笑话, 妈,没人会笑你的, 他们只会觉得你勇敢。 老家的房子在大伯家后排, 跟那个小寡妇婆家也算是邻居。 弄完了一切, 我和婆婆去了大伯家做客, 他们老家常的时候, 我去找了大伯家的孙子玩, 顺便逗了他几句, 然后就和婆婆离开了。 没多久, 老家的房子以四万八的价格, 被小寡妇的公婆买了, 那对公婆准备用那套房子 给他家断腿的老二娶媳妇, 觉得占了大便宜一样。 我知道两位乐呵什么, 公公这么长时间没回过县里, 他又没钱, 肯定一直窝在老家房子里躲着呢。 只不过他躲着我们不露面, 大伯家跟小寡妇公婆家 肯定见过他。 小寡妇的公婆觉得我们家出事了, 他们压价买到房子占了便宜, 而且房子就在他们家旁边也方便, 所以乐呵。 但这也算两全其美吧, 我们也是借他们占了房子, 把公公逼出来呢。 因为婆婆的银行卡被冻结了, 所以钱转到了我卡上。 跟着, 大姑姐联系律师帮婆婆处理离婚的事, 也在法院审理了。 但我和大姑姐陪婆婆出席当天, 公公依旧没出现, 所以婆婆申请了诉讼离婚。 就在公公缺席离婚案的第二天, 大姑姐匆忙给我和婆婆打电话, 让我们去警察局。 但到警察局时, 我们不仅见到了那个小寡妇王金香, 她叫郑宽的表哥, 还有我公公。 至于警方为什么把王金香和郑宽找来, 是因为我逗了大伯家的小孙儿, 让他去找王金香的儿子玩时, 顺便散播了几句同言同语。 儿媳突然卷铺盖走人, 儿子意外身亡, 突然出现了表哥, 表哥得了一大笔巨款, 这些细节拼凑在一起, 怎么看怎么让邻居家脑补出一场大戏。 于是我借着他们申请警局重新调查大儿子的死亡案, 王金香和郑宽就被强制召回了, 大姑姐找的人一直盯着王金香的公婆家, 所以他们家亦有动静, 我们也来了, 这才有幸见到失联的俩人。 而我们来警察局之前, 大姑姐还给大伯家打了电话, 问大伯知不知道公公的下落, 欠债人找到了, 他要让公公一起去讨债。 当然大姑姐说, 这话并不是真的找大伯问公公的下落, 而是让大伯给公公传话, 毕竟公公这一个多月来都靠大伯家养着呢。 俩兄弟关系好, 把我们当外人, 但公公吃了大伯家一个多月的饭, 大伯家的人不烦公公吗? 如今能把公公扫地出门, 他们巴布的呢? 于是乎, 我们也见到了公公。 在警察局里, 我有幸看到了一出大戏, 原来郑宽压根不是王金香的什么表哥, 而是他相好的, 王金香丧夫后, 就和郑宽联系上了, 王金香那时候就准备跟郑宽走了。 但好巧不巧的, 他在跟郑宽走之前, 我公公这个出手阔绰的傻叉, 一直为他安前马后, 非要做给他这给他那的冤大头, 原本他也没想骗他, 可他那么主动, 他就觉得他反正也不缺钱, 拿着就拿着呗。 于是他借口让我公公帮郑宽贷款做保人, 跟银行借了二十万。 原本他们想拿了钱就走的, 但是我公公实在太好骗了, 不仅丝毫不觉得他们在骗他, 反而觉得他们拿他当欺人, 信任他, 把他儿子当亲孙子一样养, 经常买着买内地送过来。 他们觉得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有个冤大头这样白养着他们, 他们就想再多占点便宜。 然后拖着拖着就到了银行催款的日子, 眼看事情要败露了, 他们才不得不赶紧离开。 我听完王金香自述, 看了眼边上面如屎色的公公, 很好奇他听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反应。 谁知他听完, 只是冲着郑宽和王金香讲, 我好心帮你们, 你们竟然这样算计我, 你们有空去银行把钱还了吧。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狠还是婆婆狠, 婆婆上去拽着正宽的领子, 让她把那三千八还给自己。 你跟银行借的钱, 凭什么让我还, 把那三千八还给我, 不然我今天就撞死在这里。 我和大姑姐见状连忙拦下了, 警察也上前来拦着。 但王金香的婆婆听到这时候, 却上前扯着公公不撒手。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这么熟的? 你无缘无故为什么替他们担保借钱, 害死我家老大是不是你也有份? 我说你怎么这么殷勤, 天天往我们家跑呢? 你们到底怎么把我儿子害死的? 警察局一片混乱, 王金香的公婆一家死咬着公公, 王金香跟正宽不放, 而我和大姑姐则是在警察 掏光正宽兜里的现金还给后, 带着婆婆火速离开了。 果不其然, 银行冻结资产后, 正宽用不了银行卡, 但现金贷的不少, 有两千多, 婆婆算小回血吧。 但公公对王金香是出于什么心思, 到最后他也没讲, 警察问话扒杆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不过婆婆在警察局建完公公后, 对他彻底死心了, 回去骂了好久, 说春节大姑姐带萱萱来拜年, 她连个过年红包都不给萱萱, 背地里竟然给别人家小孩钱。 这么多年, 她就没心。 当晚, 公公到了门外敲门, 因为我们换了锁, 她进不了门。 她在外面把门拍得砰砰作响, 打扰了邻居报了警, 警察过来协调, 劝我们开门把人放进去, 但我拉着婆婆, 死活不让她开门。 我跟调解的警察说, 公公有暴力倾向, 之前打得我差点流产, 她还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 偷家里的钱。 我问警察, 别跟我讲什么尊敬长辈, 如果我们把人放进来, 房子里出了人命, 你们负责吗? 调解的警察无言以对, 也不管了, 撒手离开了。 邻居在外面听着调解的过程, 一直骂掩邪公公, 然后很快也碰上门, 躲回了家里。 公公在外面又踹了会门, 见我们还是不开门, 就走人了。 后来她又来拍了几次门, 但我们始终不开门, 她也不来了。 很快, 婆婆的离婚诉讼也迎来了二审, 公公倒是出席了, 她和婆婆在法庭上极限拉扯, 但她没钱找律师, 在婆婆控诉这些年为屈众骂下, 完全无言以对。 婆婆跟她讲, 你要不想第三次再来这里丢一次脸, 就同意协议离婚, 不然下次来我还骂你。 公公到底是要面子, 答应了协议离婚, 但她要分乡下卖房的四万八。 婆婆不给, 说公公这些年一分钱没给家里赚过, 离婚凭什么分卖房的钱。 公公说她不给就不离婚, 然后俩人又僵住了。 没办法, 我只能从中间调停。 妈, 卖房的钱你分一半给她吧, 夫妻共有财产, 确实是要平分的。 跟婆婆讲完, 我又对公公讲, 爸, 这也是最后一次叫你爸了, 你最好见好就收, 拿了两万四就同意离婚吧。 法院是讲证据的, 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你对这个家做出过贡献, 而且还盗窃你跟我妈共有的资产, 哪怕有三审你也会败诉的, 你好自为之吧。 公公听完, 气得脸都绿了, 一直追着我骂, 骂我是个祸害, 说我没嫁进来钱, 他家好好的, 都是我这个害人 经把他的家给毁了。 尖酸刻薄地咒骂声听的, 我只想捂着自己的肚子。 宝宝已经六个半月, 小耳朵已经能听到声音了, 我不想让宝宝 听到这样恶毒的声音。 婆婆在边上听着, 忽然一巴掌, 打在了她脸上, 你给我闭嘴。 公公被打得恼羞成怒, 扑过来要打婆婆, 但婆婆却讲, 你敢动下手试试, 你敢动下手, 我今天就在这里弄死你。 反正不就是赔命吗? 跟你这种人在一块, 我早就活够了, 几年前我就该死了, 林林就不该花钱给我看病, 我死了, 你看林林跟莉莉养不养你。 我被婆婆讲得心惊, 公公又被婆婆对得哑口无言, 兴兴离开了。 妈, 你别老说死不死的, 孩子还得靠你这个奶奶呢? 我远嫁到你们家, 我跟林林都没经验照过孩子, 你要出什么事, 我们怎么办? 不说了, 我以后不说了, 几天后, 她跟婆婆领了离婚证, 我给了她两万四现金, 然后她回了我们的房子里, 把她的东西都收拾走了。 五一前, 大姑姐把车过户卖掉了, 卖了七万八, 我要给她劳务费, 但大姑姐死活不要, 钱都转到了我卡上。 五一老公回来时, 公公上门来闹了, 她极力在老公面前控诉我的罪行, 但老公把公公赶了出去。 把公公赶走后, 老公回来对我板着个脸, 我以为她因为我先斩后奏生气了, 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你要觉得我做得太过分, 直说就行, 我可以接受离婚, 虽然跟你离婚, 我会很伤心, 我话没讲完, 老公却一把将我搂进了怀里, 我是因为这个生气吗? 我是因为你不听医生的话, 医生本来都让你养胎, 少操劳, 你还操这些心, 你把我孩子弄没了, 你赔吗? 我绝了绝嘴, 问他, 不是因为你爸妈离婚的事啊? 你以为我没劝过咱妈离婚吗? 我有你想得那么冷漠吗? 那不是这么多年, 我一直劝不动吗? 你告诉我, 你怎么把咱妈劝动的? 我舔了舔嘴唇, 弱弱地问他, 我可以写你爸的故事, 在故事里告诉你吗? 你写他有人看吗? 你写谁不比写他强, 他那种人没啥可写的, 我都懒得提他, 试试呗, 那你写吧, 他唯一的存在价值, 可能也就只能是你笔下的素材, 来给咱们宝宝换奶粉钱了。 对, 你还需要素材吗? 我还能给你讲很多呢。 比如, 我七八岁的时候, 我想看动画片, 但他不给我看, 我换台他不让我换, 我姐就上来帮我换台, 谁知道他生气 自己看的节目被换了, 一脚把我姐踹出去, 我姐被踹得流血了, 在地上大哭, 她理都不理。 还有一件事, 我也印象很深刻, 以前都是我妈下地干活, 她天天在家里跟人家打牌, 我姐不到十岁就得张罗一家人的饭, 有次她输了牌从外面回来, 我妈还没回来, 我姐说让她等等我妈, 她却掀了桌子, 说我姐跟我妈一样唠叨, 烦, 还有, 不需要了, 够了。 我用力地抱住老公, 心口疼得厉害。 以前, 我总好奇老公的成长经历, 总爱追着他问以前的事情, 可他从不爱讲。 如今, 他像倒豆子一样讲出来, 我又害怕听了。 老公, 我们一家的生活会变好的, 那不必须的吗? 你老公我这么厉害, 县城的房子, 我们早就找好了买家, 老公回来, 这两天过户卖掉了。 老公又请了两天假, 跟着我们全都搬到了南京, 公共不好意思跟对方讨债, 郑宽和王金香到现在都没还清银行贷款, 而婆婆因为离婚前被公共牵连, 成为失信人, 银行卡什么都不能用了。 但还好他不出远门, 买东西要么用现金, 要么让我和老公买。 我,老公和婆婆跟着都换了手机号, 断了和公共的联系。 七月份, 我和老公的宝宝出生了, 是个足月的小男孩。 坐完月子, 老公和我去看了他之前看好的两套二手房, 问我, 如果我看中哪个, 就买下来。 我挑了套学区房, 定了下来, 过户手续办完后, 我们一家四口搬了进去。 没有公共的日子, 简直过得不要太幸福。 至于老公生物学上的父亲, 听大姑姐说, 他在老家挺惨的, 一直借助在大伯家, 挥霍潇洒, 但名声臭了。 因为警察调查出来, 王金香丈夫的死亡, 确实是意外。 但王金香公婆不信, 在村子里大肆宣传了公共的为人, 害得公共名声彻底臭了, 村里人传闲话又快, 现在都戳着几辆鼓骂他, 害得他在老家抬不起头来。 大姑姐又说, 公共去他家吃过两顿饭, 还说萱萱现在上学不方便, 想帮大姑姐接送儿子萱萱上下学, 被他拒绝了。 以为我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吗? 想先住进我们家, 耍两天眼前招子, 后面肯定啥也不干, 就在我们家蹭吃蹭喝, 我早看透他了。 大姑姐吐槽着, 想让我给他养老送中, 他也配。 大姑姐还说, 公共还尝试通过他, 试图要我老公的联系方式, 他没给。 后来不知道是钱挥霍完了, 还是被大伯家赶出来了, 他去镇上找了个搬运的活, 跟一群年轻人抢活干, 才勉强养活自己, 然后经常跟人抱怨多苦多累。 大伯联系了他好几次, 让他心疼心疼公共, 把公共接过去享福, 但大姑姐没理。 宁宁, 你们也别理他, 他那人精明着呢, 没钱了, 自己总会想办法的, 饿不死。 不理, 肯定不理, 不敢理, 真怕了。